我和陆钦结婚五年 是所有人眼中的完美陆太太 行为得体 做事妥贴 甚至被八卦杂志评为过嫌内住第一 人人都羡慕我找了个好老公 却不知道这段婚姻里 我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五年 她永远是那般不冷不淡的模样 而我也慢慢磨平了当初追逐她的热烈爱恋 我知道在她心中 我终究不是那个人 那个让她一难平的人 于是我提了离婚 搬出了家 可一周后 却被她堵在了新家门口 离婚 她看着我 眼圈通红 苏冉 你再说一遍 今天下午 郑秘书给我发了信息 太太 陆总今晚有应酬 大约十点半到家 我看了一会儿手机 回了个 好的 谢谢 十点半 她那时候应该已经吃过饭 我只需要在浴缸里放好水 将换洗衣服 放在浴室就可以了 做好这一切 刚好十点一刻 我想了想 给厅里留了盏灯 便去睡了 迷迷糊糊之间 似乎门口有开门声 浴室水声哗啦 激进入梦之时 身侧突然凹陷下去 温热贴着我微冷的后背 我迷迷糊糊地转过头 她的吻泽精准地落在我的唇上 怎么这么早就睡 嗯 她在我耳边吐着热气 有些累 我推了推她 没推动 算了 进行之后 已是深夜 她沉沉睡去 我却有些睡不着了 起身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我独自坐在客厅 望着墙上的婚纱照发呆 到底 什么时候提离婚好呢 我和陆钦 是大学里认识的 那时 她是光芒万丈的天之骄子 家事好 学习好 长得帅 简直是完美无缺的存在 我对她心生爱慕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时的我 真是什么都不怕 脸皮也厚 只可惜追着她 跑了两个学期 做了很多傻事 却依旧没有打动她 还记得那是个下雪天 我亲手织了围巾 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等她 却等来了她一句冰冷的苏染 你别再来找我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曾经也不服输过 以为这不过是她拒绝我的托词 直到一次偶然 我见到了她的心上人 林玉 我看到她小心翼翼地将大衣脱下 披在她的身上 低声软语地哄着哭泣的她 轻柔地摸着她的发 还有轻轻抬起她的下巴 印上的那个吻 我才知道 原来陆钦也会对人温柔 也会患得患失 只是那个人不是我 她和林玉的事 很快传遍了学校 添置骄子和贫困生的恋爱 令林玉饱受争议和议论 她为了护她 甚至想办法进了学校论坛 只可惜 这般轰轰烈烈的爱恋 最终还是没能完美结束 陆钦和林玉分手的原因 陆钦从未对我提起过 但听说是因为陆钦让林玉毕业就嫁给她 但是林玉不愿意 她说自己不愿做依附男人的女人 要自己去闯出一片天 不少人见过他们两人在校园里争吵的模样 就这样 吵架和好 又吵架 终于在林玉决定回乡 去做乡村老师的那一天 他们分手了 半年后 陆家和苏家有个项目合作 我和陆钦又有了交集 因为项目完美又重新熟悉了起来 现在想想我可能算是乘虚而入吧 我依然像几年前一样 对她很好 我会在她应酬时提醒她少喝酒 也会亲自煮粥给她带到公司 三个月后的一个血液 她在公司楼下看到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 突然走过来问 苏染 你就这么喜欢我 我默默地看着她 点了点头 是啊 我是一直很喜欢她的 她笑了笑 那要不要和我结婚 刚结婚时 我也是对这段婚姻充满热情的 甚至可以说 过去五年的大多数时候 我对这段婚姻都是充满热情的 因为我喜欢她 我也曾天真的以为 她之所以向我求婚 是因为她也喜欢我 所以即便她很少回我信息 即便我需要通过秘书 知道她的行程 即便我们除了例行的夫妻生活 好像再无更亲密的举动 都未曾磨灭我对她经久不变的爱恋 我知道她很忙 所以我从不添乱 即便病了 我也一个人去医院 直到那天 我不小心翻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的一份文件显示 她持续几年 都在匿名给一个乡村小学捐款 而那位乡村小学的女校长 为了感谢这位匿名的好心人 每年在接受捐助后 都会手写一封信作为感谢 请相关机构代为转交 那些信 整整齐齐 马放在箱子里 甚至没有多余的褶皱 而那个乡村小学的女校长 是林玉 第二天起床后 我在厨房做早餐 路亲突然走到我身后 我吓了一跳 回头看她 你今天要在家吃早餐吗 她点点头 我为难地看了眼手中的食材 以前 我是总会备好两份早餐的 不论她是不是在家里吃 因为她在家里的时间太少了 每次可以一起吃饭的时光 我都珍惜无比 但最近 我都没再做两人份了 总觉得 有点浪费粮食 那 你先吃这份吧 我一会儿再做自己的 我将手中煎好的蛋卷 装盘给到她 她看着盘子 微微正了下 你趁热吃吧 我先去化妆 今天上午要陪奶奶去见刘太太 我将牛奶也放下 转身就要走 冉冉 她突然拉住我 欲言又止 我回头 疑惑地看着她 有事 她一把将我拉到怀中 我猝不及防 险些跌倒 最近是不是有点累 她看着我问 累 是有点累 因为总想着离婚的事 有点心累 我今晚没什么事 听老郑说 公司附近新开了家 米其林餐厅 是你爱吃的粤菜 要不要一起去 我正了下 和她确认 你今晚有时间 她点点头 有多久 她笑了 摸摸我的耳垂 有很多 很多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 真的 她笑笑 当然 太好了 那晚上我去公司找你 我从她身上跳下来 整个人都轻松不少 她有时间 真是太好了 那就意味着 今晚终于可以好好谈下离婚的事了 然而 晚上 我还是没能等到陆亲 她失约了 下午五点 我刚要出门 就收到了郑秘书的信息 陆亲临时有事 无法和我一起吃晚饭了 这样失约的事 五年内发生过无数次 我早已习以为常 便将衣服换下来 准备自己一个人的晚饭 吃过饭 我坐在窗边 呆呆地看着天色逐渐转黑 拿起手机 百无聊赖地刷起了短视频 然后 我在一个本地热门视频中 看到了陆亲 他不是一个人 还有林玉 两人相向而坐 背景是陆亲公司的一层咖啡厅 这名博主 应该是陆亲公司的一名员工 他在视频中兴奋到 来看看我们公司的福利 下班都能偶遇 大报和著名的教育工作者林校长 在一起喝咖啡 林校长本人比电视里还要好看呢 好想上前要个签名啊 视频的发布时间是五分钟前 评论区里 一水的都是赞美之鱼 帅老板和美女教师 好养眼 好羡慕博主 美女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我也好想在现场 我默默地看了半赏 关了手机 原来陆亲失约 是因为林玉 不知为何 明明我才是她 名媒正娶的陆太太 我却觉得 她因为林玉失约于我 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即便嫁给她五年 又如何呢 在她心里 我和林玉 也许压根就没有可比性 九点半 我终于等到了陆亲回来 晚上吃的什么 她走过来 坐在我身边 竟难得关心起我的晚饭 我没回答 只是默了下 轻声问她 今晚你有事 是因为林玉来了吗 她愣了下 似是有些吃惊 又有些隐约的生气 是谁和你说 我摇摇头 没谁 我刷视频看到的 半晌 她轻叹了一口气 没告诉你 是怕你多心 你放心 我和她什么事都没有 我之前有给她那个学校 匿名捐赠过 不知被谁走漏了风声 她带着电视台过来 表示感谢 她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就配合 做了几个采访 她在我身边坐下 我和她在公司咖啡厅见的 很多员工都在场 然然 她摸着我的发 我们结婚五年 这点信任 还是有的 对不对 明天我应该还能空出时间 咱们去吃那家月菜 录亲 我突然打断她 我其实并不喜欢吃月菜 是因为你喜欢 我当初为了能和你 多在一起吃饭 才这样说的 她愣了下 我们结婚五年 我爱吃什么菜 你知道吗 她没说话 她当然不知道 她也从来没有想要知道 几个小时隐忍的情绪 濒临爆发 我按下朝她大喊大叫的冲动 但还是问出了那句刻薄的话 所以 你记得淋浴爱喝黑咖 爱吃可颂 却不知道自己妻子爱吃什么吗 苏然 她皱起了眉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我们可以谈 但不要把淋浴牵扯进来 果然 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 她就受不了了 今晚 我是有话和你谈 我深吸一口气 转头看向她 陆青 我们离婚吧 空气大约安静了一分钟 苏然 陆青向后靠了靠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离婚这种事 不是可以随便说的 我知道 空气又安静了 半晌 陆青掐了掐眉心 语气无奈 刚才或许是我语气不大好 但我不过和林玉见了一面 你就要闹着和我离婚 我咬了咬唇 感觉好像她搞错了重点 如果我真要出轨 也不会用这种方式 我的做事方式 你我夫妻五年 你应该是了解的 是 我确实是了解她的 她若是想做一件事 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 而她想做成的事 也肯定会周密布局 保证成功 可是 她了解我吗 她爱过我吗 今晚看到视频后 学生时代 面对林玉的那种自卑感 又卷土重来 事实摆在眼前 只要和林玉站在一起 露侵她 永远都不会看到我 可一个成年人 如果这个时候 还纠结爱不爱的 未免可笑了 我只是觉得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其实并不合适 你也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哪里不合适了 她似是气笑了 自然而然伸过手来 五年来 你一直做得很好 可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 我避开她的手 向旁边挪了挪 露侵的手 只在半空 离婚协议我已经 苏然 她突然打断我 林玉的事我解释过了 我也和你保证 不会和她有任何其余牵扯 你还要怎么样 她沉声 如果你非要揪着 今晚的事不放 那就真是无理取闹了 我未说出口的话 被她噎了回去 哦 看来今晚是谈不成了 也许是意识到 自己口气不善 等了会儿 她又软了语气 摸了摸我的发 别闹了 嗯 说吧 她就起身去洗澡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张口轻声道 我晚上吃的毛血旺 她脚步一致 那才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不是吧 你说啥 离婚 第二天 我哥苏琪 看完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两眼瞪得像同龄 毕竟我和陆钦结婚以来 陆苏两家合作加强了很多 我想了想 既然要离婚 还是提前知会下 我哥会比较好 虽说一开始你们结婚 他有点被迫的兴致在里面吧 但是我看你们两个婚后 不是一直挺恩爱吗 陆钦对你也挺好啊 我哥边说边挥动着高尔夫球干 你说什么 什么被迫兴致 哥 就是吧 我哥捏了捏眉心 似乎后悔自己一时嘴快 五年前不是陆家需要一大笔钱周转吗 当时我看你挺喜欢他的 天天往他那儿没日没夜地跑 所以陆钦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小小地暗示了那么一丢丢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哥 你暗示什么了 我哥不自在地挪开了视线 那个 我和他说 要是咱们能结成亲家 那资金肯定我是会帮忙的 我待在原地 只一刹那 全身的血液都冰冷凝固 妹子 我哥担忧地看向我 还有呢 我指甲掐尽掌心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我哥欲言又止 哥 我都要离婚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你们结婚那天 陆钦的那个前女友来过 我愣愣地看着他 他说想见陆钦 但当时我怕节外生枝 就说你们两个如今很恩爱 陆钦应该不会想见他 把他打发走了 他摸摸头 因为当时在场也有陆家的人 所以陆钦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不大清楚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为他之所以会向我求婚 是因为也有一点点喜欢我的 可原来这场婚姻 是他为了公司 为了陆家 忍辱负重的结果 五年前血液里的那句话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苏冉 你就这么喜欢我 喜欢到用这种方式 逼我和你结婚 所以他娶了我 但却在我和他之间 生生地画出了一条红沟 他从不允许我越界 刚结婚时 我总是喜欢给他发信息 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问他周末要不要出去玩 甚至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都迫不及待要和他分享 可他很少回复 有事也只会让秘书联系我 慢慢的 我变得话少了 也不再随便打扰他 甚至主要的联系人 都变成了正秘书 我们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他也会在我耳边温柔软语 一遍又一遍叫我冉冉 我一直以为 这是我们恩爱的证明 可我曾经提过几次要孩子 他虽没否定 却依然每次将措施做得极好 现在想来 怕是他从来就没想过 和我要孩子吧 毕竟我只是陆太太 仅此而已 昨晚他问我 他保证不会和林玉 有任何其余牵扯 我还要怎么样 是啊 他们二人 在我们结婚那一天 本来是有机会重新开始的 因为我 他们又一次错过了 甚至可能永远地错过了 我这个罪人 还要怎么样呢 可我当初喜欢他 并不是想要这样的 他和林玉在一起时 我虽然羡慕他 也从未想过要做第三者 更别提拆散他们 我喜欢他是希望他好的 可他却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 惩罚了整整五年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却不知不觉 走到了陆钦的公司楼下 包里还放着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我想了想 给郑秘书发了信息 告诉他我到了公司 来找陆钦 我想离婚 我不想再拖下去了 走到一层大厅 我却见到了林玉 他正微笑着和前台说话 听到脚步声 回头也看到了我 他比视频中看着要更瘦一些 比学生时代黑了一些 明明穿着普通的外衫和牛仔裤 却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 成熟和稳重 好久不见 他冲我点点头 我和他一起去了一层的咖啡厅 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吃到 和以前学校咖啡厅味道一样的 可颂和黑咖 真是怀念 他眉眼弯弯 学生时代 真好啊 他主动和我聊了这几年所经历的事 他确实很优秀 当年回乡做了乡村教师后 帮助了当地的很多师学儿童 如今学校已经走上正轨 他也成了名人 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由衷称赞 他笑笑 这种事情 人们都只看到光鲜的一面 其实当年 我也曾坚持不下去过 他端起杯子 喝了口咖啡 其实 你们结婚那天 我曾经来找过路亲 我端杯子的手 瞬间变得冰凉 我那时仗着被爱 肆无忌惮 任性地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伤害了他 但回去真正做了乡村老师 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真的很大 很多事情都比我想象的难得多 我曾经很多次都坚持不下去 在我最崩溃的时候 曾想放弃一切回来找他 却听到了你们要结婚的消息 我很抱歉 我说 他挣了下 我并不知道你那天来过 他低下头 没说话 我准备和路亲离婚了 我看向他 林玉木地瞪大了眼睛 别开玩笑了 他突然笑了 这些年 我常能在媒体上看到你 人们都称赞 你是完美陆太太 是真的 我能问一句吗 半晌 他轻声道 你 为什么要离婚 我摇摇头 还能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累了 我也多想能有个人 能让我仗着被爱 肆无忌惮地任性一次啊 正在此时 咖啡厅门口 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冉冉 我和林玉同时回头 是路亲 他快步走过来 走近看到林玉时 似乎微震了一瞬 又皱眉看向我 怎么突然来公司了 看着他的模样 我一下就明白了 他大抵以为 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林玉麻烦的 阿亲 林玉也站了起来 是我又冒昧打扰了 我这边有几个教育公益项目 就上次和你说的那个 今天刚好 我有些时间 所以想和你聊一下 好 我让秘书带你上去 说吧 路亲便叫来了 站在门口的正秘书 带着林玉离开了 我本以为 他会跟着一起上去 谁知 他却依然站在原地看着我 我有些不解 难道他是要支走林玉 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我秋后算账 这偏爱的 也太过明显 太不分场合了吧 没办法 我只好先做解释 路亲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愣了下 还没反应过来 他已走进一步 握住我的手 脸色这么白 手也冰凉 四周陆续有路过的员工 看过来 还不时伴有窃窃私语 我突然 就反应过来 他如此反常的行为 是为何了 我和路亲 很少在这种 私下场合 共同露面 他大概是怕我不分场合 对林玉发难 所以先知走了他 再在员工面前 和我秀个恩爱 以免传出什么对林玉不利的谣言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也要离婚了 帮他和林玉演一演 也没什么不可以 再者 他心情好 离婚也能谈得顺畅些 想到此 我便抬起头 露出了标准得体的微笑 我没事的 你放心好了 你和林校长 还有事情要谈吧 你快忙吧 我先走了 说吧 我抽出手 拿起包就要走 结果他却拦住了我 皱眉问 你去哪 我 他将我拉近 突然伸手 附了上我的额头 有些低烧 我送你去医院 被路亲不由分说 拉上车 我其实觉得很无语 本来以为他只是找了个 让我离开公司的借口 谁料他却真的开车 带我去了医院 没什么事 体温正常 就是他这滴血糖 多长时间了 医生问路亲 路亲正了下 有几年了 我自己回答 家属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哦 要尝给他背着点糖 医生边写病例边道 这可大可小 除了心悸乏力 严重时也会导致昏迷的 路亲点点头 好 没事的医生 我其实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自己常年都随身都带着糖和饼干 看过医生 我本想早点走 结果路亲却缠着医生 问了好多注意事项 好像突然对滴血糖这件事 很感兴趣似的 出了医院大门 去停车场的路上 路亲一直紧紧攥着我的手 去医院折腾一圈 我倒是头真的有些晕 坐上车后 便从包里翻出一颗柚子糖 拆了糖纸 放进了嘴里 车里空气很是沉闷 我干脆闭上了眼 不知开了多久 车终于停下了 到了 我迷迷糊糊问 红灯 哦 空气安静了半晌 他突然轻声问 怎么从来都没和我说过 我疑惑地看向他 不明白他在问什么 身体不舒服 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他将车停在了路边 以前为什么不和我说 说了呀 我轻声 什么 他正了下 刚结婚的时候 有一周 你每天都回来很晚 周五那天我滴血糖 躺在床上 给你发信息 问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帮我买些糖 我笑笑 你没有回我 估计现在也忘了吧 毕竟那时候我给你发的信息太多 忘了也很正常 还有一次 这个你应该记得吧 我们一起接受杂志采访 记者不小心碰落了 我放在沙发上的包 结果包里各种糖和零食掉了满地 你那次挺不高兴的 采访完后专门和我说 以后不要在包里放那么多没用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说呢 因为你从没给过我在你面前撒娇的机会啊 而我又生怕自己的任何小缺点 都成为让你厌恶的借口 你不喜欢糖和零食 我就放在包的夹层中 不再让你看到 你不喜欢娇弱 我就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又自立 然然 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我 其实找了一家川菜馆 本想今晚想带你去吃的 他手似乎有些微微颤抖 可你身体不舒服 今晚我们去吃点清淡的吧 好不好 我摇摇头 我想回家吃点粥 你不用陪我 赶紧回公司吧 然然 我今晚有时间 他坚持 我免不了好心提醒 可林玉还在公司等你 那种是副总谈就行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所以 你今晚真的有空 他点点头 嗯 有空 那 我想了想 你既然有空 那我们直接回家吧 好不好 他点点头 眸中闪过一丝喜悦 好 回家 我的心情 也一下子愉悦起来 那等回家后 我们就好好谈谈离婚的事 后面半程 陆钦都没有说话 他其实是个挺敏锐的人 从昨晚到今天 我想 他应该已经明白 我说的离婚 是认真的 到家后 我平静地把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 他看着这份协议书 眸中神色越来越冷 谁给你做的这份协议书 苏琪 我愣了下 没有谁 是我自己 我顿了顿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应该把每一个点都想到了 离婚对你和陆家都 没有什么影响 我只带走自己结婚时 带来的嫁妆 如果你还有想家的部分 你可以家 我们可以商量 他突然苦笑了下 一个月 离婚这件事 你已经自己想了一个月 我知道你忙 所以想尽量准备周全 再和你说 我顿了顿 又道 这样 我们可以快一点 也不耽误你时间 我不同意 他将协议书推了过来 我愣了下 你是对哪条不同意 我翻开协议书 纠结到 是股权这条 这个我已经做了最大让步 在少我怕我哥那边 他突然伸手 将协议书按住 我不同意离婚 他看着我 一字一句 四目相对 他的表情似乎很认真 为什么 问完后 我却恍然大悟 哦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五年做得还行 所以怕你下一任妻子 做不好被人非裔 其实你不用担心 这种事 虽然挺费心神的 但只要他愿意上心 就能做好 想了想 我又去书柜里 拿出五个本子 这些本子里 记录了社交和应对媒体的 很多注意事项 还有不同场合 能说和不能说的话 该穿什么衣服 你放心 这些我可以都交接 给你未来的新太太 日后 如果她需要帮助 也可以随时来问我 冉冉 她突然提高了声音 似乎还带着隐忍的怒气 我不明所以地看向她 你把我们的婚姻 当成什么 又把我当作什么 你的一项工作吗 我没说话 只是转头看向了窗外 怎么可能只是 一项工作呢 正是因为太珍视这段婚姻 为了给她做好闲内住 所以才会这样努力呀 可如今 说这些 又有什么意义 冉冉 她叹了口气 拉过我放在桌上的手 你要知道 我们不是工作关系 是同床共枕的夫妻 可我们除了同床共枕 没有一点像真正的夫妻 她证了下 我们 我们每个月一起吃饭的次数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我和你发的信息 甚至比不上和郑秘书的领头 我虽然不知道 别人家夫妻是怎样的 但我知道 我不想要这样的婚姻 我轻轻抽出手 陆钦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仔细想过很多 这段婚姻里 你并没什么错 当初追你的人是我 想和你结婚的也是我 这五年 你没出过轨 也没磕待过我 公婆也对我很好 是我 一直对这段婚姻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日子这么过下去 确实也不是不行 可我觉得 人生在世 我们还是应该和自己喜欢 也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 毕竟 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更开心吧 她愣愣地看着我 自己喜欢 她突然问 你觉得我喜欢的人是谁 我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但不管是谁 林玉也好 其他人也好 都不会是我 第二天一早 我搬出了家 住回了我婚前买的一个公寓里 前一天晚上 我们安静对坐了几分钟 陆青起身接了个电话 就离开了家 一晚上都没再回来 离婚协议书被她带走了 我想她应该是同意离婚的 毕竟对她也没什么损失 我左手的结婚戒指 是陆青五年来送我的唯一礼物 我走之前摘下了戒指 将它放在了床头 才收拾妥当 就接到了我哥的电话 不是 陆青怎么一大早突然打电话 问我你喜欢吃什么糖 我哥声音无奈 啥情况啊 这婚你到底是离还是不离 我愣了下 离 哥 我想了想 问 咱家是不是有个小传媒公司 运营的不太好 我哥恩了一声 好几年了一直不盈利 我打算及时止损 不做了 那 我举着手机 看向二十六层窗外广阔的蓝天 给我吧 好不好 傍晚时分 我破天荒地收到了陆青的信息 今晚的酒会 我接你一起去 我看着手机 觉得有些恍惚 这种信息 明明以前都是正秘书发给我的 不用了 我自己去 走离婚程序这段时间 我就不住家里 搬出来了 那边再也没有回复 确实 这才符合常理 可一个小时后 我下楼准备开车时 却看到了陆青 他不知道在这里等了多久 整个人看着有些疲惫 眼里也有血丝 我从未见过他 如此颓废的模样 你怎么 他眸中似是划过一丝光亮 快步走过来 拉起我的手 却猛地顿住 戒指呢 他问 我摘了 为什么不戴 我们都在走离婚流程了 不需要了吧 苏染 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意 我还没同意离婚 我不明白 眨着眼看他 你没同意 你昨晚没说不同意啊 离婚协议书 你不是拿走了吗 他看了我半赏 似是无奈地将我拉近 没说不同意 就是同意 谁教你的这个逻辑 冉冉 半赏 他抵着我的头 轻声叹息 我不想离婚 陆钦说 他不想离婚 我之前曾设想过 离婚路上的无数个绊脚石 比如我哥 比如陆钦父母 比如财产分配 可偏偏从未料到 会败在了第一关 他不想 我简直急了 你为什么不想 怎么会不想呢 这难道不是 对我们都好的事吗 他皱了皱眉 刚要说话 却被一阵暗喇叭声打断 原来是他的车挡了别人的路 没办法 催促之下 我只好先随他上了车 一起去酒会 结果才坐进副驾座位 我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本来干干净净的后座 堆了一个又一个粉色细胞装袋 他一向讨厌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连家里装修 都是冷淡风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些袋子 连我都觉得过分违和 我买了你爱吃的糖 他边开车边轻声说 副驾抽屉里也都放了 以后你不舒服 或是单纯想吃 都不用逼着我 说吧 他又补充了一句 家里各处我也放了 陆钦 我找了两个不错的川菜和香菜师傅 你以后有什么想吃的菜 辣的也好 甜的也好 我都陪你吃 我也会学着做 我以后会尽量早点下班 回家陪你吃饭 周末你有什么想做的事 看电影 去乐园 我都陪你去 那些社交应酬 你不想去就不去 不必勉强自己 如果让你在意的 是林玉的事 我也可以解释 公司这些年 确实一直在做教育公益 但选哪所学校 并不是我决定的 而是办公室综合考察后 所做的选择 会选到林玉那所学校 我也没有想到 我甚至也是 最近才知道的 我知道你可能看到了那些信 其实那些信 一直是办公室收着的 我并没有比你早看到几天 只是因为老爷子前一阵子 不知从哪知道了 感谢信这事 于是我让办公室整理好 想周末拿回老宅给他看看 可送和黑咖 他叹了口气 现在公司咖啡厅的员工 之前在学校咖啡厅工作过 他后来失业了 他后来失业了 我就让他来这边工作 林玉以前在学校咖啡厅打过工 所以他还记得他 也记得他的喜好 我也许那晚态度不好 让你误解了 可我觉得他真的只是一个过去的人 和我们两个没有关系的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陆青 冉冉 他停下车 打断我 你别着急拒绝我 听我说完 我昨晚想了一整夜 在这段婚姻里 我确实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可以改 知错就改 还是能有一次机会的 对不对 一直到了酒会现场 我都有些恍惚 和众位太太礼貌寒暄后 我想透透气 便去了阳台 谁知却在这里见到个熟人 唐琛 我的青梅竹马 我走了过去 哟 这不是人人夸赞的陆太太 她看到我 笑着挑眉 好久不见 嘴那是那么不招人待见 你还好吗 我知道她是唐家的私生子 去年又因为打架进去过 在唐家的处境并不大好 挺好的 她掏出一根烟 递给我 来一根 我犹豫了下 算了 借了呀 万一被拍到 还得公关 切 真无趣 她指了指阳台外的大片树林 要真有人藏在那里偷拍 我就把整片树林给你吞了 你信不信 我扑齿笑了 确实心中也有些烦闷 算了 来一根吧 这才对嘛 刚才见你那副模样 我还以为你抑郁了呢 我笑笑 你最近 还是没有工作吗 她无所谓的恩了一声 唐琛 你要不要考虑来我的小公司 我知道 她其实一向很有设计天赋 嗯 什么情况 陆太太如今也需要出来工作 她挑眉 我懒得和她半嘴 拿起手机 将公司资料发给她 公司还在重新起步阶段 工资不高 但我希望你能来 知道了 她滔滔耳朵 目光却突然越过我 看向门口 我转过头 是陆钦 我第一反应 是本能地想把烟掐灭 陆钦并不抽烟 也不喜欢烟味 她走过来 皱着眉看了看唐琛 又看向我 怎么学起来抽烟了 对身体不好 她轻声 唐琛看看我 又看看陆钦 你不知道她会抽烟 唐琛突然出声 她五年前就开始抽了呀 陆钦身子一致 兄弟 她走上前 笑着拍了拍陆钦的肩膀 你们结婚有五年了吧 你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该不会还不如我了解吧 唐琛走了 留下了黑脸的陆钦盒 我 那个 我只觉得头疼 你别误会 我不是有意瞒你 只是结婚 刚开始时要学着 应付那些太太们 还有媒体 有时候压力太大 怕说错话 整宿睡不着 所以一个人在家时 会抽一些 结果解释完 她的脸色更不好了 想了想 我又补充到 这里刚才我和唐琛看过 不会有人偷拍 所以你不必担心 会有公关问题 你以为我担心的 是有人偷拍到 你抽烟的样子吗 她突然道 我愣了下 不是吗 她叹了口气 然然 我让你很失望 对吗 我默了下 其实不太知道 该怎么回答她 失望吗 当然是有的 曾经有多么盼望 自然就有多么失望 可是失望的多了 也就习惯了 如今都下定决心离婚了 还说些无谓的指责 做什么呢 我摇摇头 没有的 而且我如今社交上 也没时要压力 也不怎么抽烟 所以 你的压力 可以和唐琛说 不能和我说吗 我愣了下 如果非要说的话 什么都可以说吗 我问 她点点头 我现在唯一的压力 我抬头 认真道 就是 就是咱们的离婚程序 能不能走得顺畅 如果能快点 就更好了 露青的脸 更黑了 我也很无语 明明是她非让我说的 扮上 她拉起我的手 只有这个 不行 她说 冉冉 只有离婚 不行 从那以后 露青 似乎变了很多 我在新公司上班时 总能收到她的各种礼物 糖果 鲜花 各种做好的饭菜 当然 还有时不时 就会出现的 她本人 公司里的年轻人 不知道 我要离婚的事 言语间都在夸赞 说我的老公会疼人 只有唐琛 自从来了我的公司 每次看到露青 送来的东西 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边笑还边摇头 一个月后 公司要制作一个投标材料 我拉着唐琛 为一个小细节 加了好几天的班 完全搞定的那一刻 我松了松肩膀 看向唐琛 发现她也是 如释重负的模样 她以前做事 总是吊儿郎当的 我还从未见过她 如此认真的样子 我就笑了 唐琛一脸莫名其妙地 看了过来 我笑着解释 突然觉得 我好像意外挖到了个宝 唐琛轻笑了下 是我淤尊降贵 来帮你的好吗 好好好 我拿她这脾气 也是没办法 站起身 走吧 这么晚了 要不要请你吃夜宵 那当然好啊 不过难道今天 没人来接你吗 她顿了顿 看向门口 摊手道 你看 我就说嘛 我转头看过去 门口站着的 是陆钦 唐琛懒洋洋地 收拾了包 冲我白白手 先走了 记得欠我一顿夜宵 我点头 知道了 唐琛走后 办公室里 就剩下了我和陆钦 她沉默地走过来 手里还拎着保温饭盒 吃饭了吗 她轻声问 吃过了 我回答 一阵安静 陆钦 我觉得 话未说完 我整个人突然被她一拉 直接落入了她的怀中 她紧紧地抱住了我 陆钦 我不自觉地浑身僵硬 你 你怎么了 她没说话 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墙上的闹钟 滴答滴答地走着 我吃醋了 半晌 她轻声道 冉冉 我吃醋了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 陆钦会抱着我 说她吃醋了 之前你问我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我没办法去想象 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模样 就像刚才 我站在门口 看你对她笑得那么好看 那么开心 我心底的醋意 根本只都止不住 我明明知道 你和唐琛不会有什么 可我还是极度地快要发疯了 我静静地被她拥着 陆钦 你也有问过我 为什么想要离婚 对吧 她的身子一致 我做了五年的陆太太 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丈夫 可回头却发现 我把自己弄丢了 陆钦 我不想做陆太太了 是因为 我想做回苏冉 我想为自己而活 我轻轻拉开她 五年了 我们好聚好散 好不好 她摇了摇头 眼角发红 我摸了下 侧身从她身旁离开 谁料 她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老婆 我身子一致 就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她的手心很烫很烫 行啊 我轻声说 到年底之前 如果你能卸任陆氏总裁 我们就不离婚 她愣了下 什么 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她摸了下 冉冉 这个条件 对我太苛刻了 我摇摇头 抽了抽手 她却依旧不放 只有这一个条件 其他都不可以 半晌 她松开了我的手 我知道了 她说 卸任 我哥惊讶了一瞬 随即大笑 摇头不可能的 陆钦要卸任了 我把头拧下来 给你当球碗 我知道 陆家的情况 其实比较复杂 陆老爷子有两个儿子 即陆钦的大伯 和陆钦爸爸 陆钦爸爸 与陆家其他人不同 并不喜欢从商 而是一名天体物理学家 所以一开始 陆老爷子本意 是要把公司 给大儿子一家的 可谁知陆钦的两个堂哥不争气 六年前惹出了些麻烦 于是陆钦便接手了陆氏 但两个堂哥终究不服 这几年 也没少在公司里作妖 对总裁之位虎视眈眈 手心手背都是肉 陆钦自小并不住在陆家老宅 和陆老爷子的关系 多少没有两个堂哥亲近 而老爷子年纪大了 有时也会是非不分 陆钦的父母都是科学家 其实对于他在陆家立足 并帮不上多少忙 五年来 他是费了多大力气 才坐稳了那个位置 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一定不会卸任的 事实证明 也确实如此 在我说过那些话后 陆钦就在没有找过我 三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我全心投身到工作中 公司的经营终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 唐琛和其他员工很受鼓舞 我能看得出来 这些日子他也变了不少 12月31号 公司办了个小小的年会 大家一起聚餐唱歌 我哥也来了 年会上大家都很高兴 我哥也很兴奋 又唱又跳 平日形象全无 晚上11点 大家一起从KTV出来 刚巧下雪了 几个爱闹的便就地打起了雪仗 对面 一个商场大屏幕上 正在播电视节目 我哥站在身后叽叽歪歪个不停 一枚雪花落在了我的睫毛上 我揉了下眼 再看 却在那屏幕上看到了陆钦 他依旧挺拔帅气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请问陆总 此次突然卸任陆氏总裁 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陆钦淡然一笑 没什么特殊原因 想休息一段时间 陪老婆 我愣愣地看着屏幕 转过头 我哥也一脸呆滞 与我目光相接后 他抬起右手 默默地摸了摸自己的脖梗 正在此时 我的手机响了 喂 在哪里 电话那头 声音温润如玉 市中兴 中楼 我半小时到 陆青 冉冉 要守约 他的语气 前有未有的坚定 等我 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 我在中楼下 见到了陆钦 他踏雪而来 雪花不断落在他的肩膀上 发丝上 朦朦胧胧胧 如梦似幻 没必要吧 两人相对而战 我低着头轻声说 你卸任了 以后再也回不去了怎么办 他摇摇头 轻松一笑 回不去就回不去 我别过头 五年的心血 说不要就不要了 真任性 他眉眼一弯 所以 你是有在担心我 对吗 他又走近一步 所以 我还是有希望的 对吧 陆青 他伸手 递给我了一打纸 是那份离婚协议书 我愣了下 不明所以地看向他 这三个月 我一边办理卸任手续 一边想了很多 冉冉 我卸任了 但我并不想用词强迫你 继续这段婚姻 他顿了顿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字了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卸任 我更不明白了 商人可不做亏本生意 他笑笑 我想拿卸任这事 换别的 好不好 换别的 我呆呆地看着他 他伸手 帮我拂去发间的雪花 换一个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低头 我抬头 四目相对 他的眸中 满是未曾见过的温柔暖意 换一个 我重新追求你的机会 12点59分 我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从此 我在不是人们口中的那个完美陆太太 只是苏染 是我自己 钟楼敲响了新年的钟声 我和陆钦一起抬头 看向漫天飞雪 新年了呀 我感慨道 是啊 那么 他的眼睛亮晶晶地 向我伸出了手 新年快乐 苏染 我是陆钦 我看着他 笑了 新年快乐 陆钦 我也伸出了手 我是苏染 正秘书总觉得 陆总 离婚后 这两年 自己好像并没有轻松多少 因为陆总 依旧很忙 只是以前的陆总是忙着工作 现在的陆总在忙着 约会 而且正秘书总觉得 陆总和太太在办理完离婚后 好像关系比以前更好了 就好比现在 他来商场给陆总送车钥匙 结果就看到商场中停的软座上 陆总正将太太抱在怀里 轻声软语地哄着 你别弄了 他听到太太轻声抱怨 还看到太太甩开了陆总的手 可陆总一点没生气 只是继续揉着太太的发 那我给你吹吹 你别管我 太太还在闹脾气 不管你明天眼睛要肿成小包子了 陆总语气依旧温柔得可怕 那回家 我给你拿鸡蛋滚滚好不好 郑秘书心中嘖嘖两声 肯定是陆总做了什么惹太太不高兴的事 结果下一秒 他就听到太太的抽气声 就是怪你 非要带我来看这催泪电影 就不应该来看 不是 看电影 只是因为看了个催泪电影 郑秘书觉得自己 有点自闭了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陆总居然点头承认 而且语气宠溺的可怕 是 是 都是我不好 那罚我给你敷一晚上眼睛好不好 你想得美 太太清亨 那我给你包颗糖吃好不好 郑秘书觉得 接下来的虐狗场景 自己再看下去 会有自戳双目的冲动 他默默地退到五米之外 毕竟 以前的陆总和太太 可不是这样的 他们结婚五年 陆总话很少 而太太 也总是很沉稳安静 两人在外人面前 是一对完美夫妻 可郑秘书却知道 其实陆总和太太 并没有那么亲密 连他这个外人都能感觉出来 陆总和太太的婚姻 是有点问题的 他曾听说 陆总大学时谈过一个女朋友 后来那女生在陆总刚刚接管陆家 最需要人帮忙陪伴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理想 离开了陆总 陆总好像因为那段感情 受到了挺大伤害 人总是有自我保护的倾向 一次受伤后 就害怕再次受伤 郑秘书那时总是想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陆总对于这样好的太太 却始终无法交付真心 可是他又觉得 陆总其实心中是有太太的 那时候 陆总经常工作着 就会突然抬头问他 太太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他如实汇报后 陆总会点点头 然后继续工作 有一次 他斗胆建议 陆总 您要不要给太太发个信息 可是陆总只是 看着手机愣了半赏 却最终也没拿起手机 也许是长久的相处模式 已成了习惯 即便连他这个秘书 都看出了陆总对太太的 依恋与日俱增 但对于陆总自己 却好像和太太还始终维持着原本的相处模式 郑秘书总觉得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 果然一天晚上陆总从家回到公司时 看着很是失魂落魄 老郑 他的声音很轻 你说 如果妻子突然要离婚 他会是说着玩的吗 郑秘书心中大惊 也 不一定 我老婆就总闹着要离婚 吵架狠了 结婚证都思过两次 但往往第二天我认认错 他消了气 也就忘了 只见陆总谋中闪过一丝期待的光亮 不过 他想了想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我觉得 太太并不会是将离婚随便说出口的人 这句话的杀伤力有点大 只见陆总眼里的小火苗 才刚燃起来就啪的一下 灭了 那晚 陆总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 好像就是从那天开始吧 陆总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陆总开始问他 哪里有好的川菜厨子 会问他和妻子平时怎么相处 会问他这样那样 以前完全不会在意的小问题 也会开始毫不掩饰地关心太太 主动给太太打电话发信息 甚至太太出去工作 陆总也总是去看他 郑秘书对此很是欣慰 陆总知错就改 很不错呀 可他没料到 两人还是离了婚 他更没料到 两人离婚后 又谈起了恋爱 陆总卸任了总裁一直后 更是将全部精力放在太太身上 太太工作很忙 陆总就天天去送吃送喝 车接车送 最后太太实在烦了 对他说自己不和无业游民谈恋爱 于是因为太太 陆总离开了陆氏 又因为太太 陆总回了陆氏 郑秘书知道 太太其实是故意那么说的 就连他都觉得 陆总离开陆氏太过可惜 更何况是陪着一路走来的太太呢 只是谈恋爱后的陆总 心眼着实有些小 就比如那天 太太突然给郑秘书发了条信息 说一会儿自己要来趟公司取东西 郑秘书出于好心 赶紧告知了陆总 谁知陆总居然不高兴了 我三小时前给他发了信息 一直没回 他皱眉道 为什么他会给你发信息 郑秘书无法 只好呵呵干笑 他其实很想对一句的 要知道 太太以前给我发的信息 可比和您多多了 可他不敢 作为一名打工人 他只能独自吞下泪水 顺便再给太太发个信息 委婉提醒他 回下陆总的信息 郑秘书本以为 他们会很快复婚 可一晃两年过去了 两人似乎都不急 直到第三年的新年前夜 郑秘书加班离开时 发现总裁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陆总这两年很少加班 所以他以为是忘记关灯 便走了过去 结果才刚刚推开一丝虚眼的门 就看到陆总正背对着门 手中拿着稿子 紧张地在背着什么 他的左手边放着一个戒指盒 郑秘书轻轻眼上门 从落地窗看下去 外面下着雪 而公司门口 一个小小的婀娜身影 刚下了车 他笑笑 觉得自己又不小心 知道了了不得的秘密 转身去坐电梯时 他又回头看了严总才是 陆总加油啊 他轻声说 祝你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